泰国近几年来一直是旅游热门国家,泰国不仅拥有着很多的金碧辉煌的建筑,还有种类繁多的泰餐体验。 但很多来泰国游玩的游客,不习惯于泰国的饮食。 一般这些游客,都会来泰国71便利店逛逛,来买当地食物。 一走进泰国的71便利店,网友表示很惊讶,因为跟我们国内的71便利店很不一样。 71便利店,竟然有卖鲜花和蔬菜。 在泰国曼谷中心,有很多家71便利店,除了可以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和零食之外,竟然还有蔬菜水果和鲜花出售。 看了一下价格,一捆青豆也就5元人民币左右。 看到青菜和猪肉组合的火锅套餐的售价,仅12人民币,可以说是十分便宜。 71便利店,普遍提供链印和购买飞机票自助机。 来到这里的71便利店,看到有很多传真夜表机。 很多夜表机还可以自助服务。 在泰国还是很少看到有文印店。 估计都跑到71便利店来传真烈印了。 除了烈印,71便利店里面,有的还有缴费和购买飞机票的资助机。 可以说是十分便宜。 71便利店,还是个流浪狗的家。 一到夏天,在普及岛周边看到很多狗狗,都会跑到71便利店门口来乘凉。 因为普及岛的71便利店冷气,还是十分足的。 每到最热的时候,都会看到很多流浪狗,来到门口乘凉。 店员也是不会赶走。 泰国人还是十分善待动物的。 71便利店是个工艺的组织。 7-11,之所以在泰国大受欢迎。 主要是71便利店,会根据巨节、温度等等策划出相应的活动。 其中最受欢迎的一项就是集邮票活动。 在巴提亚的7-11购物店,看到店面常有积分活动,就是每买50泰铢,就会得到一枚卡通的邮票。 而这种邮票就是一个积分券,可以兑换不同的礼物。 当然,如果你不要这种积分的邮票,你可以放入店里的小费捐款箱。 7-11会收集起来等价,捐给泰国社会福利机构。 71便利店,还能提供洗衣服务和收快递。 来到卖谷的会看到少量的71便利店,除了可以购买日常生活用品之外。 71便利店,还能提供洗衣服和代收快递的服务。 快递费用就是普通的标准的快递公司的费用。 可以说是十分具有人情味。 71便利店,很多提供洗手间。 在巴提亚,可以发现很多71便利店,有提供洗手间。 泰国很多店里为了避免人要上厕所难的问题,都提供了无限别的独立厕所。 可以说是十分体贴。 7-11便利店里面的厕所十分干净。 洗手液。 吹干机十分齐全。 71便利店,有些还有提供银行ATM。 在泰国卖股很多高新技术区,很多公共的写字楼的71便利店拥有住银行ATM。 这样既方便很多商业人士的曲线问题,又能给自己的店面增加人流。 通常这些有银行ATM的便利,还是十分多人。 因为大家在排队曲线的同时,还会进去7-11消费。 可以说,这方面7-11的营销点子做得挺好。 71便利店消费很便宜。 看了国内的71便利店,就知道里面的食物是比外面的贵。 但是在泰国超过1万家的便利店中,物价都是统一的。 不贵。 里面的牛肉鸡肉的快餐,只要6-10元人民币左右。 分量还是够的。 71便利店有什么值得买? 首先推荐就是泰国燕窝。 7元12元人民币左右的小燕窝。 味道十分好喝。 其次诞生泰国的有名的的功能饮料红牛。 只要10泰铢。 折合人民币2元。 味道很浓。 对于提神十分有帮助。 喝完泰国的红牛你会发现, 国内的红牛似乎比较淡。 泰国牛奶品牌的王者。 作为本土的泰式奶茶。 茶香浓而且奶丝滑。 浓郁的茶香和香甜的奶搭配很棒。 特别美味。 小老板海苔一直都是很多游客来泰国归来必买的半手礼之一。 原味、辣味、海鲜味的都不错。 通常是碎片的和罐装的。 推荐片状的。 大片的海苔嚼筑很有脆感。 吃起来很爽。 更多泰国七十亿便利店的美食半手礼, 等,你们来补充。 欢迎留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